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恐怖片最后一班 影片一开卡 刚参加工作的警察春花 正准备到警察局职业班 由于是头一天上班 春花显得既兴奋又紧张 他妈咪对于他当警察这件事 一直吃反对意见 苦口婆心的想劝春花改行 可春花根本就听不进去 走进警察局 春花发现屋里去疾无声 比编译馆还冷笑 他正沿着走廊往前学末的时候 突然看到警长胡子书 正在一个人发披心 由于警察局已经搬到了别的地儿 春花必须在这个人区 楼空的老警察局 值最后一个夜班 胡子书说 所有的报警电话 都会自动转到新警察局 所以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事 如果真出现什么疑问 你就跟新警察局关系 打我的电话也行 随后胡子书领着春花来到证务室 胡子书说 这些都是过去的一些证务 留着也没什么用 由于搬家的时候比较混乱 这些玩意儿还没来得及处理 你一定要看好 一件也不能少 明日早上四点我过来接班 你好自为之 百无聊赖的春花正打嘴的时候 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过去一看太熟悉了 这不就是恐怖片的老桥段吗 早就被人给拥来了 这个时候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传来 春花拿起电话 听到了一个女孩惊慌的声音 女孩说快救救我 我被困住了 女孩说话前言不达后语 听得春花是一头雾水 春花说 大妹子你在什么位置 我也好通知警察去找你 可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突然断了 虽然还是一只菜鸟 但春花的责任心非常强 她急忙给新警察局打了一电话 把情况说了一遍 春花说 所有的电话都转到新警察局了 为什么我还能接到报警电话 对方说 从理论上来讲 你那边不可能再接到任何的报警电话 不过咱这是恐怖片 什么科学逻辑都在扔一边 这个时候 她听到大门口有人敲门 春花来到门口一看 一个人也没有 她扭头刚准备进屋 突然看到一个流浪汉 正站在大厅里撒尿 春花刚撵走流浪汉打扫完卫生 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传来 她来到更衣室 在橱柜里发现了一张 她小时候跟父亲的恨影 原来春花的爹地 以前也是一名警察 多年前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做了牺牲 这个柜子正是她爹地以前用 就在这个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 俗哥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啥意 估计就是为了纯粹吓唬人玩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春花拿起电话一听 还是之前那个女孩 春花说 大妹子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说我叫莫妮卡 我被带到了一个农场 而且还能听到猪叫 莫妮卡说完又把电话给挂了 这个时候春花突然接到了 废物清理人员的电话 对方说我们这儿活太多 估计会晚一会过去 为了以防万一 春花再次把莫妮卡 打来电话的情况 向新西大局说了一遍 春花这边还没消停一会儿 背后的文件柜又开始作妖了 好不容易文件柜不折腾 另一个房间又传来个动静 紧接着又突然停了电子 春花进去一看 又是那个流浪汉 这一下可把春花气得不清了 上去就把流浪汉给胖揍了一顿 然后锁在了其中的一个房间 时间不大 鬼开始出来跟春花斗闷的 虽然春花不信鬼 但眼前的这一切 他又解释不清啊 他只好自己给自己打气 说你是人民警察 要不怕牺牲 勇于跟犯罪分子做斗争 春花坐在椅子上 发了一会儿呆 无意中看到天花板上 洗了一个弹词 把他吓了一跳 春花来到门后 看到自食其力的金发姐 正在门口抽烟 这金发姐也是警察局的常客 金发姐说 上次我被拘留的时候 听到隔壁传来刑讯逼供的声音 原来不久之前 警察接到群众举报 抓住了崇拜恶魔派蒙的一家三口 这三位经常绑架和杀害无辜的女孩 在抓捕的过程中 警察遭到了激烈抵抗 包括春花的爹地在内 有两名警察在抓捕的过程中 壮烈犀伤了 三位斜角成员被带到警察局之后 大喊有好 被警察折磨的是痛不欲生 最后这一家三口 用床单蒙入自己的头子下了 可诡异的是 第二天早上 这三位的尸体全都神奇般的不见了 金发姐向观众介绍完情况 踩着模特步离开了剧组 春花回屋之后 突然看到某房间的电视上 正播放着审讯邪教成员的录像 这帮人不仅对自己所犯的罪行 没有丝毫的悔改之一 反而沾沾自喜 眉飞色舞的向审讯人员 讲述着实施犯罪的过程 春花正看着头录的时候 这三个邪教成员的鬼魂开始吓唬她 折腾了一会之后 这三位一看该吃宵夜了 拍拍屁股走了 这个时候 春花再次接到了 那个叫莫妮卡女孩的求救电话 莫妮卡说 他们把那些女孩全给杀了 而且边杀人还边唱歌 两人正聊着 电话突然又断了 春花急忙把这个情况 向新警察局做了汇报 并且怀疑莫妮卡所说的那些女孩 是被派蒙家的其他人给控制 新警察局那边说不能够好 派蒙家的其他人 全在我们的监视身下 春花掉下电话之后 房间里又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现象 虽然已经这么不正常了 但春花依旧不信邪 总觉得是有人在捉弄他 这时门铃声响了起来 春花走到大门口 看到警察龙套哥正站在外 春花以为是龙套哥在捉弄他 因此说话非常不好听 龙套哥一头都污水 说自己只是顺路过来看看 龙套哥说我认识你父亲 春花说出事那天你和他在一起吗 龙套哥说没错 我和你爹地是最早到达现场的 我们被命令等待支援 但里面那些女孩的惨叫嗑哀求声 让我们一分钟也等不了了 于是我就和你爹地一块冲了进 紧接着就是一场枪战 在你父亲的掩护下 我就出了四个女孩 他们杀了六个女孩和两名警官 其中就有你父亲 你父亲是一位好警察 他会为你自豪的 龙套哥说完之后扭头就走 这时候春花看到 龙套哥的后脑房上有一个大窟窿 接下来春花不仅看到了那三位斜角成员 还见到那些被杀害的女孩 春花来到政务室 发现屋里是狼藉一片 许多政务都消失不见了 他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给警长胡子叔打来电话 他本想着能从胡子叔那儿 得到点鼓励和安慰 可没想到被胡子叔臭骂了一个 春花意识到这是个是非之地 不能再带下去 可当他刚出门 莫妮卡又打来了电话 莫妮卡说自己逃出来了 正在固头无固定地逃命 春花再次给新警察局打电话 接电话的还是上次那哥们儿 对方说莫妮卡一年前就死了 她是派蒙家族 屠杀案件中的最后一名受害者 她的尸体在树林里被发现了 是被棒球棍勾打之子 而且这个家族也只有 那三个家庭成员与谋杀案有联系 对方说完这些话犹豫了一下 接着又以个人的身份 向春花透露了一个秘密 对方说警察局搬家案 不仅仅是因为管道老化的问题 派蒙一家不像新闻上 所说的是死在了现场 他们是在警察局里自杀的 他们死了之后 诡异的事情就开始不断地发生了 刚开始也只是灯光忽明忽暗 后来发展到证据失踪鬼影荒动 就恳求政府拨款盖了一个新警察局 春花放下电话 看到地上有一张照片 她捡起来一看 正是她爹地被杀时的照片 还有刚才跟她有说有笑的 警察龙套哥被杀的照片 以及那些被害女孩的照片 全部都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个时候 电话跟得了帕金森似的 突然哆嗦起来 春花拿起电话一听 又是莫妮卡 春花说你已经死了 别再打电话 莫妮卡一听春花的态度不是很好 这心里挺来气 马上现身把春花给吓尿了 此刻春花意识到再不跑 小命恐怕就难保 可当她来到门口才发现 门已经被鬼给锁死了 而且剥裂出奇的房子 根本就打不烂 这个时候 她死去的爹地 从那边给她打来个讲话 她爹地说你不能走啊 杀我的那个人还在这张楼里 杀父之仇你可不能不包 春花回到屋里 发现那位流浪汉已经上吊自杀了 她拿手电筒一照 看到墙上是脏话连篇不堪入目 春花急忙用对讲机护叫支援 但里面却传出了女孩们的惨叫 精神彻底崩溃 这个时候 她看到四个头戴白布的 邪教成员突然出现 春花二话不说就开了枪了 很快就把这四位全给击毙 影片的最后 来接班的警长胡子叔 突然冒了出来 一枪就把春花揍成重伤 春花扭头看向 被自己击毙的邪教成员 原来这一切全是幻觉 被她枪杀的这四位 并不是邪教成员 而是来收垃圾的清洁工 而警长胡子叔 显然也是邪教中的一员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收唐诗压经 欧美鬼片有特点 警察全是二无言 不是被虐丢了命 就是受惊破了的